狼队3比1RW霞 小胖露娜在线教学无双 RW霞BP堪忧 飞牛问心无愧 就在刚刚狼队主场重新恢复比赛后 首居狼队和RW并没回溯到之前的进程 而是按照原英雄重新开始 双方前中期都有失误 狼队丢龙RW霞掉点 最终优劣拉开还是靠后期的几次团战 RW霞的配合打法好于狼队 尤其是最后一波飞牛亚连 被一声苏裂推进妖刀加罗脸上 飞牛顺势将其做掉带队打赢团战 随即收下风龙先下一程 飞牛亚连斩获MVP 让一声人射大残 腰刀要骂人了 而当狼队追拼比分来到第三局后 RW霞压宝无双的露娜 狼队敌人杰先选埋下伏笔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队局中还未等狼队发力 无双露娜连续掉点给狼队诸多机会 即便飞牛达摩中路抓机会 踹回归期曹操 将其击杀 也未有任何优势可言 直到后期一波抢龙时 无双露娜飞进狼队阵型 本想操作一番 却被妖刀敌人截二技能解除 硬剂断大 随即被反杀痛失暴君 最后一波人群中 再次断大输掉比赛 可以说无双的露娜 一直断大难堪大任 不过这还不算离谱 第四局才让RW显得非常离谱 因为在狼队同样点小胖选露娜后 狼队直接搬掉了敌人截 同时当看到RW几乎无空的BP 小胖露娜开始教学RW霞无双 中期队友被打残血后 小胖和龟七居然二打五 飘逸飞死千世沈梦西潇洒离去 最后一波更是接着风龙印记 将RW满血五人飞到落荒而逃 全部打残 小胖的操作及其丝滑在线教学 无双的露娜 总体来说 狼队全员的配合 以及个人的实力 要远超于RW霞 不是一个级别 指望边路飞牛一人很难走远 这场比赛 飞牛的亚连和达摩也算问心无愧了 那么对此 小伙伴们认为RW霞该加强哪里 狼队如今在联盟 是什么组别呢